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范棠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我们的主题就是这一口设计之美 那我们说明过,我是以七个例子先让你来思考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应用的案例当中,这种实际的情境当中 那怎么透过EIT来思考这个设计也好 或者是透过EIT来协助我们,来提醒我们找到E,或者找到T,或者找到I 不管是先找到E,还是先找到T,还是先找到I 终究我们希望能够呢,这一个透过EIT的造型 能够把这个I把它完整的图显出来 把这个I把它完整的描述清晰的表述出来 然后呢,作为这一个像我们上一个回合讲的Use Case一样 能够把一个Use Case呢,在接口的部分把它一分为二 然后让两边可以独立开发 它可以未来变成一个独立的又有相衔接的 就是两边是互为独立 但是透过EIT的造型去做对接的一个两个模块 那这两个模块因此呢,获得了这一个独立性 所以两边可以独立成长 那么独立发展,独立测试等等的 那么这对于我们系统的未来的成长跟成功等等 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现在我就针对这个同样的一个想法 同样一个目标 我们举第二个例子 就是这个iPhone手机访问Android电视的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在我们这个课程当中 我们这个曾经也说明过 说明过,也展示过这个情境 但是我们在这里使用同样的情境 但是角度不一样 在这边要说明的 怎么去凸显这个i的这个角色 那这个是同样的情境 但是不一样的视角 OK 好,那我们现在 就来针对iPhone手机访问Android电视的这个实际的情境 那在这里我也先帮你复习一下 上个小回合呢 我们所谈过的 这样的一个EIT造型的基础 再帮你 这个 复习复习 EIT造型的主角 就是i 好,那这个主要架构是眼中或心中有这个接口 有这个接口 就可以以EIT造型来清晰表述 出来 那这个架构是心中的接口 有的是 已经存在的系统里头的接口 有时候 只是不很清晰而已 那么我们在这例子当中 我们还会不断的凸显 一种是架构是 无中生有的 就自己设计出来的接口 那这个也很多 OK 所以 主要不管说本来就有i的存在 或者是架构是无中生有的 那这个i就是我们系统分解跟重构的一个重要的接口 重要的分界点 也就是开发团队分工的界限 就像我们在上一个例子 use case的例子 在这个接口的部分 用EIT把它切割了之后 那么两个团队就可以分工了 所以这个EIT 就成为这个分工的界限 尤其是那个i 因此呢 这个EIT的造型 创造了系统的 我们在重构上面的敏捷度 或者称为叫做敏捷重构的自由度 好 也就是说 当我们把 像上一个use case来讲 我们把 前端 就是手机端 跟云端 把它一分为二 只有两边独立成长 所以它有它的 独立重构的自由度 不会互相的 牵涉 好 所谓自由度下降的意思是 当你把云端改变了 也要连带的去改变手机终端 或者是手机终端有改变的 也要连带的去改变云端 这个叫做自由度不够 因为会被别人牵制了 被 当你云端要改变 却受制于客爱端 不改变 那么我云端就变不动 那么如果你客爱端要改变 那么云端如果不想改变 结果你变不了 那么这叫做 书期的自由度 那我们用EIT 就可以让其云端跟中端 是独立成长的 那我随时可以改变 并不影响对方 OK 好 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EIT的造型 是 怎么样子 来将接口 跟EIT造型 把它结合起来 那么 来谈一谈 怎么变成一个 Loss 成为代码 但是在这里的代码 我只是 把它截录而已 并不完整 这一个 iPhone手机访问 Android电视机 在这个 我们课程的这个单元 的 这个主题 的 第八个单元 我还会 以iPhone手机为例子 来帮你做详细的解析 这一个完整的代码 那时候 会给你 看到 可以执行的 完整的代码 但是在这个阶段 目前是以 范例为主 所以呢 我在这里的代码 并不是完整的 那到后面 它会给你 完整的代码 OK 好 那首先 以前也 稍微介绍过 这样子的一个架构设计的情境 这是在 9 去年 9月21日 在秦皇岛 这个 开幕的时候 副市长 以他的iPhone手机 来访问 Android 就是会议厅里头的 Android电视机 里头的这个网页 所以 再透过呢 AP呢 Android的AP 发出Zigbee Zigbee的信号 打开了 会议厅的主灯 以及他的电视墙 OK 那就是 市长 透过他的手机 然后进到互联网 互联网再进到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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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厅的电视 电视呢 再来控制 这一个 主灯的 开关 是这样的一个情境 所以市长 无论在 全世界 的哪个地点 都可以来 担任 这一个 开灯的 一个 一个 嘉宾的 一个 角色 他不一定要在 会议厅里头 他可以在 在 3000公里外的 台湾 他可以在 离秦皇岛 2万公里外的 纽约 或者是 伦敦 这个市长呢 都可以 来为 我们的 会议 来做 点灯的 一个 启动的仪式 是这样子的 所以 在 在这个手机上面 iPhone手机上面 跑的是浏览器 然后呢 他就访问 会议厅里头的 电视 有电视机里头 有APP 在这里有APP 在跑 就Android的标准 APP 以及呢 Zigbee的设备的 驱动软件 然后来控制 发出这个 Zigbee的信号 来控制这个 会议的主灯 以及打开 很漂亮的 电视墙 OK 那么 这个时候 手机的浏览器 的软件 就要以Android的框架 来做通信 来做通信 OK 就是 手机透过浏览器 上网 进到Android电视 Android电视 里头有APP 所以浏览器 透过互联网 进到这个电视里头的网页 再由这个网页呢 去跟APP的软件沟通 软件沟通 那么就可以 来发出Zigbee的信号 来控制这个 主灯的开关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来看软件咯 这边是浏览器 透过互联网 这边呢 就是Android的应用咯 Android的应用 OK 好 那我们现在 由于浏览器跟Android 框架都是现存的 其接口就一定定义了 那如何呢 将两者把它组合起来呢 就是说 Android有Android的环境 iPhone有iPhone的iOS 这两个平台 都是已经存在的 已经存在的 而且呢 在商业上 还是互相的竞争者 所以两边原来是 井水不换河水 敬畏分明的一个 是一个团体 或是平台 那么我们今天 怎么应用这个EIT 去把两边把它组合起来呢 所以 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上一个例子 叫做Use Case 我们是把 本来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系统 我们是用EIT 把它切开的 把它分为 云端 跟手机端 那现在这个例子呢 刚好倒过来 我们把原来两边 是独立发展的 独立运行的 这一个 iPhone 跟Android平台 而且 一个是在家里 一个是在外面乱跑 的一个移动终端 一个是不移动的终端 那我们之间 怎么把这两个把它组合起来 那 那 这个就是EIT 的妙用咯 因为我们可以创造接口 来把它接起来 OK 其实 道理 非常的简单 OK 所以我只是 让你了解 在这个地方 我为什么安排这个例子 就是因为 在上一个例子 我们是用EIT 来把它 切成两块 让它两个模块 独立成长 独立发展 独立测试 独立开发 独立交付 那在这里 刚好倒过来 我们是把两个全世界 两个大厂 一个是苹果 一个是谷歌 两个大厂各自的产品 一个是Android电视 一个是iPhone的手机 两个跑的是不同样的操作系统 不同样的框架 不同样的接口 那么我们怎么透过EIT 去把它组合起来 OK 好 那我们一样的 看到接口在这里 对 在上面来讲 大家可能没有太注意到 接口就在这里 这里隐藏了一个重要的接口 只是不明显 不明显 所以呢 我们就透过EIT 的一种思路 回去寻找到 这一个隐藏 并不很明显的 这个接口 然后呢 用EIT 去把它表述出来 所以呢 EIT 就在这个位置 就在这个位置 EIT在这个位置 OK 好 我们就在这里把它 EIT 来把它 组合起来 所以 从这边马上 就放了EIT 马上就可以想到啦 哦 它就被I 分成两边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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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 对这边 E 负责对这边 T 负责对这边 然后I 就是E跟T的这口 E跟T的这口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EIT的没有用咯 这个T 靠这边 E 靠这边 两边 再来以I的方式来做衔接 一切 就 非常的简单哦 因为 EIT 本身 就是一个 框架嘛 就是一个 集装箱嘛 然后 透过T 把这边装起来 透过这边把它装起来 因此呢 两边 都被EIT 组合起来了 所以 E 就来跟手机的浏览器 对接 T 就跟Android的框架对接 好 所以把AP 相关的跟它通信的接口 写在T 它的通信的接口 写在E 再来 从E 转成I 再转成T 再转成这个 这边的接口 答案不就是通了吗 OK So easy 对不对 这么简单 OK 所以呢 这里就放一个EIT造型 放在这一个电视机里头 放在电视机里头 把它放一个EIT的造型 好吧 那这个E 就接受互联网跟浏览器 所以E接受来自手机浏览器的信息 它这边就走HTTP 没问题 你这边花什么 我E来接 然后呢 T呢 就可以把 透过I 来调用这个T 这个时候呢 就把它做转换 把这个HTTP 可以把它转成I 接口 I的接口呢 它再来 调用到T 透过I的接口 调用到T 那么这个T呢 就可以 再把它转变成APP 可以 理解的 这样的一个接口 那这样就通了 好 那现在 人们马上会去想 那我在 这个浏览器 一支手机的浏览器咯 那这是Android的电视咯 那我需要有一个 写一个EIT咯 然后再写一个 写一个ENI 类似就是框架 再写一个T 有没有 那这个浏览器 就跟这个E 对接 E再透过I I 再调用T T 再调用APP 它的过程是这个样子 OK 那我们马上就有人在问 那我这个部分要怎么写 要写多久 要写多久 是不是一个类就可以了呢 其实呢 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 浏览器 跟这边对接的接口 其实蛮多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把T 变成网页 那它就来访问网页 不就通了吗 所以呢 我这里说 有一个哲学面 就是说 当我们知道这里有放EIT 对不对 我们就会去寻找 有没有适合的EIT 这是哲理咯 就是说 当你想 第一个最重要的点 就是在这个位置 你会不会想到EIT OK 在这里 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 什么都没看到的情境之下 你会不会想到这里是EIT 这是关键 好 这是关键 OK 然后 当你想到EIT的时候 自然 就往下推出来了 好 就推出来 这边会有一个位置 放EIT造型咯 就有一个位置 会这里会放的EIT 跟T咯 OK 好 那接下来你问的可能就不是重点咯 你问的是EIT跟T怎么写 那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重点是你怎么知道在这里应该用这个解药 比如说医生最重要的不是拿的是什么药 而是在于得个对症下药 你怎么会知道在这个地点 在这个时间点 在这个位置能够下这个药 所以呢 那当我们最困难的一个点 就不是最困难 最具有这个挑战性的 就是 这里 知道这里要放EIT 好 至于这个 当你知道这个放EIT的时候 那么 就没问题啦 就没问题了 好 就是当我们心怀EIT 想去找EIT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发现身边早已存在形形色色的EIT造型 就不一定都要自己来 来这个撰写EIT造型的代码 撰写代码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男生想娶老婆 他就会去关心这个有多少多少姑娘 对不对 他就会发现 哦 身边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姑娘 但是他过去 还没有娶老婆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会去发现 不会去关心 有这么多的姑娘 所以我是说 当以前 你是不知道 要在这里放EIT 所以你就 不会发现 其实有很多 这个 E&I 早就存在了 OK 所以呢 同样的 我高老师也是这个样子 因为 我想去找EIT的造型 要找E&I 所以我就找到了 这个IJT 这样的一个 框架 这个框架呢 就扮演这个 E&I的角色 那么我只要写T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所以 IJT本身 是以Android的程序的方式 放在Android的平台里头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 在IJT里头 执行ServerDate的程序 意思说 我们就写ServerDate 当成T 那么 这个IJT 就是 E&I OK 就E&I 因此呢 就得到了 这个我们找到IJT 就给你看一下 这个IJT 其实来讲 你只要到网页上面都可以找得到 OK 所以呢 就把这个IJT的框架放在这个位置 就是扮演E&I的角色 我们来写一个ServerDate 对不对 扮演T的角色 那么浏览器呢 就会跟IJT同性 IJT会来调用ServerDate ServerDate呢 再来调用本地的函数 就完成了 非常简单 OK 就完成了 那 我再跟你说 在这个位置呢 我虽然没有给你完整的代码 但是 到这个主题的后面 第八部分的时候 我给你完整的代码 OK 那这样你更有信心的知道 E&I T 的一个 引导我们 在这个地方 可以把两个完全独立的系统 把它做一个 这一个 非常完美的对接 而且呢 也会引导我们 去发现到 IJT这种免费的E&I 我们只要写个小小的ServerDate 就可以把两边串接起来了 OK 所以呢 我们就在Android电视里头 加一个IJT的框架 扮演E&I的角色 再由开发者来写ServerDate 来扮演T的角色 这样就通了 OK 所以呢 就是由这边来调用 这个IJT的框架 IJT调用ServerDate ServerDate 调用本地 本地在调用启动 启动呢 再发出信号 给会议厅的主灯 就这样的一个动作 就串起来了 那这里头就是让你了解 在这里头要知道 用EIT 可以做整合 OK 而且整合的 非常的漂亮 所以 秦皇岛的副市长 就用他的iPhone手机 来访问电视机里头的 这个网页 就是ServerDate的网页 再透过这个 发出GP的信号 对 发出GP的信号 OK 所以这个时候 就有这个J口啦 所以就详细的 这次IJT里头 这是IJT 里头 就是有一个G类 叫HTT PServerDate 那么提供一个I ToGet 那这就是T 所以本身 这IJT里头 本身就是我们 这个重要的EIT造型的这种实现 就是这样的实现法 就刚刚 虽然我们这边只是讲一个 IJT跟框架而已嘛 这个部分 但是我现在把这一部分解开 让你更详细的看到 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它的结构就是标准的EIT 而且呢 这就是class 这就是class 这就是function 所以直接对应到代码 所以我们已经从系统架构 对不对 从这最上面的这种 从最上面最上面的这个一个很高层的系统架 对不对 然后E型EIT的引导 直接的往下找到了非常详细的细节 这里到EIT咯 这里就找到了更详细的细节咯 这边是EMI 就找到了IJT进来咯 找到IJT IJT之后呢 就找到了更详细咯 已经到了类的层级了 有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很清晰的 把这个手机 iPhone手机跟电视机的这个接口 然后用一个代码造型 因为这个都可以直接对应到代码 所以就叫代码造型 来表述出来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造型 包括这个在内 对 把这样的一个很详细的把它传达给开发者 开发者一看就知道 这是类 这是抽象函数 这是接口 这是类 这是接口 都是语言的关键字 这是抽象函数 都是语言的关键字 所以直接落实成代码 直接落实成代码 所以快速的 把这一个接口部分 落实成代码 之后再来开发 这一边或这边都可以 但是目前 是因为这已经现成了 这已经都现成了 所以 就 直接 开发这里 就把它串起来了 OK 就把它串起来了 所以呢 我在这里稍微简 简类收明一下 这个 这个代码 但是并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之后 才会 在本 本主题 这个主题的后面 第八个单元 才会给你完整的代码 OK 那这里 首先呢 这个 本地函数 已经开发完毕了 这个已经 work了 只是 没有跟手机通而已 现在 在这个当时 我们在开发 这个EIT的时候 是这一边的情境 这一边是已经都OK了 这一边已经都开发完毕 都现成的 都现成的 当然你也知道 要整合现成的 往往比 开发新的还困难 OK 但是 我们可以在 一个很简单的 在 一两天的时间内 把它整合起来 OK 那就是EIT的妙用咯 OK 好 再来 有了这一个 那我们 就再 来 写一个 这一个 T 这个T呢 来 透过MyService 来绑定 这个MyMind 这个我在 后面的 如果你对Android 比较熟 你就会了解 什么叫做 透过 这一个 MyService 就是绑定Service 去New MyMind的对象 因为 这个已经是存在的一个AP 在它独立的进程跑 那我们这个是在独立的进程跑 所以需要有一个 MyMind的这种跨进程的IP接口 这个 我们 你现在暂时 VIP要了解太多的没关系 我们最重要的 在那个位置 要放EIT 已经讲完了 那这个部分呢 知道后面 会再给你详细的说明 这个每个代码 OK 那这边就写一个T 写一个T 然后这个T呢 就来绑定Service 来New MyMind的 那之后呢 就可以call它了 这个 Service 这个T呢 就可以call它 call它 call它 就call下来了 就是 然后剩下了 这个代码的部分 代码的部分 那我们就 暂时就 不在这边 谈它 那我们来 主要来看一下这个 怎么落实成代码 在这一段 OK 这一段呢 你看 刚刚这个就是G类 这就是T 有没有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这个部分 我现在谈的就是 这个部分 怎么落实成代码 这个部分 有没有 在这个部分 要落实成代码 是不是很简单 这是G类 这是指类 这个就是ETEND 有没有 ETEND OK 我们来看一下 落实成代码 多么的简单 在这里 在这里 有没有 这是ETEND 所以 指类 G类 这是T 这是E 有没有 然后呢 里头呢 有一个抽象函数 叫做DOGATE 叫DOGATE 抽象函数叫DOGATE 有没有 好 那所以 这个ET 直接落实成代码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方便 好 那我就 帮你解释到这里 我们 还有很多例子 要来帮你做说明 好 先休息一下 谢谢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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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咯